各位好,烤天夫人信箱的时间 事不宜遲,来了 第一题是279,我刚才已经按定了 279就是 基督信仰应否放弃牌他 如果你只是说信仰 我觉得很难不牌他 因为这里有另一个人都回答了一神教 本来是一定程度的牌他性 因为你的神跟其他神不同 又或者你是多神 当然会不同意 你是一个既定的世界观 所以在信仰上是很难不牌他 但我觉得在行事上 例如在公共事件上 这方面我不是专家 我在说一些我不是很熟悉的东西 我只是从一个信徒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在公共性上 不需要太多排他 有时排他到令人讨厌 尤其是有关于那些 道德话题 现在基督教会 他们的做法 他们不只是宣讲 或者跟别人说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 他直接是操控的 例如如果他可以 如果他可以 如果可以选择 有基督教背景的 一些立法会议员 入议会 他们觉得可以 操控了 例如 离婚刑事化 因为基督教反对离婚 所以以后离婚犯法 又或者 江交 同性戀 全部都不给做 他们是想采取 这样的路 所以 那些 议员 选立法会议员 声称自己是基督徒 就会有票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潮里有人好办事 他们觉得 但我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 基督教也要 理解到 社会里 有这么多种 世界观是其中一个 我希望其他人会尊重基督教 但基督教 我亦希望基督教 要了解到他 是这么多意见里的一个 不是世界围着你来转 所以有时 不要太霸道 否则连我这个基督徒 也看你不顺眼 基督教应该 很能够了解 例如 一些很简单的神学问题 当人想到 如果上帝全能 又全知 他知道 放善恶树 在伊甸园里 那些人一定会受到誘惑 一定会出事 通常那些基督徒都会告诉你 你没有选择之下 完全没有善恶树 那种信服是廉价的 是不值钱的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选择 你是要选择 你有失败的可能 然后 你决定不去买东西 不去吃 不去搞那棵善恶树 才是一个善 有意义的道德行为 所以在这样的考虑下 他也放在那里 让人有个选择 有选择 就比没有选择 又不做错的事情 神学的其中一个说法 我觉得现在的基督徒 应该都能明白 不是在议会里面放很多基督徒议员 然后把你觉得不合乎道德的东西 全部搞到犯法 令人不可以做 我觉得与其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意思的 与其是这样 不如你容许有不同意见 在社会上存在 但你就尽力宣讲 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然后其他人会觉得 虽然我可以这样做 但我觉得那些 那些邪教佬都说得有道理 这样做的确不是很好 所以我决定做 我觉得这样才更有意思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下一题 因为讲得久了 101 1801题 他说 一个吃烟喝酒 说粗口 加上赌钱的初信者 很想清楚知道 圣经有没有记载 是否一定要戒这些东西 不戒 或者还没有戒 又会有什么罪罚呢 是不会有什么罪罚的 在圣经里面 没有说过 因为当时也没有 吃烟 还有 有没有说赌钱 我真的不知道 吃烟肯定没有 因为那天没有烟这回事 喝酒 就是耶稣也喝酒 最后晚餐在晚餐桌上 我相信那些是酒 不是葡萄汁 也有个故事 耶稣把加南的水变酒 有水不喝 要人喝酒 耶稣有惑人 至于讲粗口 圣经里面是有粗口 因为我曾经录过有一条影片 是教人说希伯来文 说粗口 而那段说话 是在圣经里面出来的 我不是圣经鼓励说粗口 我是很平实地告诉你 圣经里面是有粗口 就是骂人家老母做鸡 你自己去找一下 至于赌钱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说抽签 例如十二门徒 不是死过 油大瓜 后来再选择一些 找人去顶替他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像都是抽签 在圣经里面 有几个故事 都是你透过抽签 透过运气 就是透过上帝挑选 透过抽签 来选择一个人 至于赌钱 我真的没有想起 但是这些事情 既然没有提到 也不是很明确 说不行 有一些地方 他就说 你把口最好放干净 有这样 但又不是明确 不准说粗口 不过老实说 我觉得这些事情 比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 就是比较微不足道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是尽心尽力 尽什么也好 就是爱主你的神 第二重要的 就是要爱人如己 如果这两件事做不到的话 即使你不吃烟 不喝酒 不说粗口 不赌钱 都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 就比较 据我观察 比较多信徒 就是不懂得什么 叫做爱人如己 但是他又不吃烟 喝酒 说粗口 赌钱 但是我觉得 这些都是很废的信徒 但是如果 有个信徒 他是吃烟 喝酒 说粗口 但是他明白到什么 叫做爱人如己 我觉得 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是上帝 我不会judge他 但是我不会介意 跟他做朋友 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懂得什么 叫做爱人如己的信徒 我会觉得 他连和我做朋友的资格 也没有 那当然我不是什么 没有人恨和我做朋友 就算是什么 分享一下 147 147 就说软转串人的技巧 如何才能学到 这一方面是需要练习的 我也不知道如何教你 也没办法 可能有些是天生的 232 有些天主教的神父是会做一些赶鬼 最近我看了新闻 有个天主教神父声称 曾经赶走过16万个鬼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总之是十几万 他就要求现在新的方济教王 叫做教王 希望他能够开放 给所有的神父 都可以进行驱轨的活动 这位朋友问 你相不相信一个人是可以鬼上身呢? 会不会有些只不过是疯狂的人 但被人说他是鬼上身呢? 我当然会有很多本来是疯狂的人 被人以为是鬼上身 因为我一向都以为 说话说得这么笨 没可能 有时我会觉得苏永之 林以洛 袁文辉 那些应该都是鬼上身 但后来我想清楚他们应该是疯狂的 哈哈哈哈 对那一题 我也不知道如何教你 如何软转串人 很信口地说出来 哈哈 我也没办法 至于我信不信是有鬼上身 我个人是相当迷信 我相信会有鬼上身 但当然也会有很多是疯狂的人 这方面我不太熟悉 但我听说陈道 他说他有赶鬼的经历 我帮你问一下他 下一题 就是226题 问 Was Jesus Supernatural? 耶稣是否超自然呢? 我觉得这题 我不太明白 问什么 就是 不懂回答 耶稣是否超自然 问些不问些 in complete sentence 四十七太 他说圣经上是如何说 有关单身男性基督徒智慧的事情 路人某说 根据圣经动淫念都不可以 智慧应该不可以吧 我相信 他说那段经文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 看到妇女行淫念的人 其实是犯了奸淫 但是下一句就是说 如果你的眼睛是令你跌到的话 你应该划掉它出来 很多信徒就是遵从前面那句 不敢有淫念 但是后面那句从来不做 就是不会画眼 所以在识经上 就是将那句 圣经的教训 落实在生活里面 是有一个 只不过是同一句说话 是同一段 但是就是有一个 很大的落差 在实行方面 所以我觉得在识经上 在解经上就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他原本是说什么 但是在识经上 就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是有问题的 我不懂得回答 至于 什么单身男性基督徒智慧的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好问 所有单身男性基督徒都会智慧 谁不会啊 所以没有什么好问 这是一个现实 你扮演舞或者是纳柱 都是丁的 丁硬的 至于后面那个说 智慧是否必须要动到淫念 他说不一定 哈哈哈哈 不是吧 这个是不是高耗症来的 哈哈哈哈 很恐怖啊 第310题 OK 这里就说 中共六四屠城是否上帝的旨意 根据柴灵的意思就是 因为这个六四屠城 就是上帝救赎中国计划的一部分 哈哈哈哈 然后他说 为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当年阻止中共 因为这个是上帝救赎中国计划的一部分 根据柴灵答理 这个民运领袖就说 不阻止 当然不阻止 因为这个是上帝救赎中国计划的一部分 他说十几万港人每年 风雨不改去维苑悼念六四 是不是违抗臣子 这个真是好问题 有机会 真的要去问一下柴灵才行 会不会找事情来搞 应该放下 这样 后面那些答案我不读 不知道怎么读神事 那些 我用柴灵答了这一条问题 第四百二十五题 这是最后一题 十五分钟 他说 姓母四端信你 是指甚 后面有个Marcus 很帮忙 弄了一条连续 各位自己去看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刚好十五分钟回答完 下次再见